恭喜浙江队33岁老将重回队伍 意见连无奈有望再闯辉煌 大家好欢迎观看小言说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随着5月份的到来 各球队也都开始了恢复训练 调整和继续壮大自己的队伍 其中引起球迷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的 就要属浙江南篮了 除了刘维维教练为外援的事情揽则 转投了青岛南篮之外 浙江队的助理教练之一的王世龙 摇身一变变成了临时的主教练 负责球队的大小事宜 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毕竟浙江南篮的官方发布中 没有明确的说他会是下一个赛季 成为真正的主教练 这就涉及到王世龙是否转正 还是说再重新外聘一位新的主教练的问题了 据国内媒体报道 目前的浙江南篮教练团 还是有很大的变动的 从蒋新权开始 刘维维也是选择了离开 这就迫使浙江南篮 需要重新组织自己的教练组框架 就目前而言 已经有两位外教达成了协议 而且在二队的教练组调整中 于平乐身为了主教练 参考之前的控场水平和个人发挥 当下而言他是二队教练的最佳人选 不过在助理方面 浙江南篮把33岁的丁景辉 从一剑连的训练营中拉了出来 出任助理教练这一职务 其中也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细细思考的 丁景辉曾经也是一名实力强大的前锋 在12年曾经参加国家队为国争光 只是16年的时候 他因商宣布退役 成为了一名教练助理 但当时他只有27岁 当时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媒体和球迷们的关注 毕竟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国家队的标准 自身实力肯定是相当的过硬 这么早就宣布了退役 真的是很令人惋惜 在17年的时候 由于种种原因 他离开了浙江南篮 去帮助一剑连筹备训练营 开始了新一轮的指教生涯 在此期间 他扎根清训当中 对自己的阅历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浙江南篮 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 有了这几年的清训经验 再加上他自身强大的实力 借鉴这几年浙江队 在清训队的提拔情况 这就使得丁俊辉 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一队之教 有希望带领浙江南篮 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期视频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留言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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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